刘嘉玲出席艺术活动 刚刚从法国巴黎回港的她 早前曾表示 有一道当地酒庄 下谈红酒特许权 结果还真的谈成了回来 她表示会有以自己名字 Karina Lo命名的红酒 六月份就会上市 定价不会太高 首先是卖红酒 之后再卖香槟 似乎一切都在计划当中 对 其实我们想了很久 也跟他们那边的酒庄 联系了很久 所以我这一次趁这个机会 就跟他们去谈合作的事情 将来会有我自己品牌的红酒 被问到有没有去过 好姐妹赵薇在法国的酒庄 刘嘉玲记表示 自己找的是其他酒庄 至于老公梁赵薇 有没有尝过自家品牌的红酒 刘嘉玲就表示 薇仔喝红酒没有自己在行 而且薇仔也只喝贵酒 当然自己的红酒 以后肯定也会拿给薇仔试试 因为我一直很喜欢红酒 香槟红酒 我觉得朋友在一起喝红酒 喝香槟聊聊天 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吃晚饭 吃中饭没有一杯酒 好像不成事情的 YES娱乐新闻中心 香港报道